Hello 今天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比較自然的眼妝 還有我會教大家怎樣用NARS的二號掃去畫眼線 喜歡的話大家就繼續收看 首先我會用Tofi Shadow Insurance打底 之後我會用NARS的眼影 名字是Cyro 是一種有帶玫瑰色的啡色 我也是用NARS的十三號掃 是一種眼尾掃來的 其實這顏色我剛剛買的 塗滿整個眼蓋 之後呢 就會用NARS的眼影 叫做Undine 是一種好像煮了的顏色 但是呢 是有些金粉的 用同一支掃就可以了 就塗在眼窩的位置 那 今天我們用一個簡單的眼妝 那 上班 這樣 趕時間的話呢 我們來換掃的時間都省了 就是塗在眼窩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會拿回NARS的十四號掃 點回Undine 就點在眼尾那裡 好 那眼影呢 就完成了 那今天呢 我就會教大家呢 下這支NARS的眼線掃呢 你說是眼線的 那首先你可以用一張紙巾 或者 一個掃呢 一個POP 總之是一個 地方 可以讓你擠一些水上去的 這樣 然後呢 我就擠一些水上去 弄濕一點掃 然後印印它 然後呢 就拿NARS的這支 NARS這個眼影是Night Fever 那呢 就點一些 那呢 我就zoom近一點給大家看 那呢 首先呢 你畫眼線呢 就 其實不是在上面畫一條線 那麼簡單的 你呢 你呢 拿起 拿起 你的眼簾呢 你就會發覺 有些折毛與折毛之間的位置 那呢 最好是怎麼畫呢 那 最好呢 你呢 就是 拿起眼皮 在眼睫毛下面 點上去 那這條眼線就會畫得很柔的了 那我又不喜歡點在白色的那些位置 就是很耐眼線的那些位置 除非你畫的東西真的很防水 很防水 如果不是的 我覺得又是一定會用的 就算你說我用MAKEUP FOREVER的那支 防水眼線筆呢 都是一樣會用的 在下面 加到紅貓眼這樣 還有 我自己覺得 除非你想畫一些很黑很黑的妝 呢 你塗到那個位置很黑 那個效果 不算很 大 起碼在我自己的眼上 那你在折毛與折毛中間的位置 你看一下 這樣 看起來 那隻眼 連那些眼睫毛都看起來 濃密一點 那 這樣做完之後 你真的可以在上 眼線 開始在 眼睫毛上面 再點花一點 就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 你再想多一點點 效果的話 在眼尾 畫多一點 這樣 然後呢 再拿一枝 NARS的15號數 是這支 mudge brush來的 或者你可以拿 棉花棒 可以拿 MAC的200 混合都可以 混合 混合 分開它 那時候 沒有那麼大力 在那裡 擦 因為你很快擦了 顏色 所以要再擦 眼線 就是這樣 我們畫完眼線之後 我們再拿回 這個 NARS的Cairo 拿回這支 15號數 是這支 smudge brush 在下面 點一些 然後呢 就可以 夾眼線毛 和睫毛膏 那我上完睫毛膏 回來之後呢 我會拿 眼妝的最後一個步驟 我就會拿 一支 白色的軟心眼線筆 這支 Remail the Soft Coat 然後呢 在下面呢 下眼睫呢 就輕輕力 就畫一條線 那你的眼睛呢 就會看大一點 和精神一點 那今天的眼妝呢 就來到這裡了 那今天我的胭脂呢 我就是用了 NARS的Multiple 這支的這邊 這支是Orgasm 然後呢 在上面呢 再塗上它 粉狀胭脂的 就是Orgasm 那呢 看起來呢 就好像好氣息 那樣 那今天這唇膏是NARS的 這支是我一千一支 的NARS 這支叫 嗯 Cinorita 這支是 Cinorita 這支 是NARS粉紅色的唇膏 沒什麼色的 少少閃銀色 再加上 這支 MAC的Dazzle Glass 這支是Baby Sparks 在中間 少少 讓它的嘴 立體重一點 那今天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拜拜